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翔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 经典美剧《越狱》第三季第十一集的剧情 上集说到 为了顺利地实施新的越狱计划 迈克尔故意破坏地道结构 涉及让黑金刚死于探查事故 帮勒奇摆平了障碍 重新躲回了监狱的统治权 同时,马宝哥和强哥在摆平黑金刚的事上 都发挥了不起眼的作用 并因此加入越狱小组 小组人数上升了6人 另一面,林可和雷雷设计欺骗苏珊 但却被老辣的苏珊识破 索菲亚越来越不相信韦斯勒 还在他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个暗藏的箱子 下面开始本集剧情 由于小组不分周夜的挖洞 累得筋疲力尽 迈克尔劝大家不能停 他们只剩下24小时准备 但这时,小组里出现了负面情绪 大家觉得,即便是挖通了地道 上到地面 但躲过塔罗的守卫仍是个问题 他们都很怀疑 迈克尔是否真的有把握 能搞定后续的事情 林肯依旧没人来探监 但今天,同行的索菲亚却不愿再见韦斯勒 自从他看过箱子里的东西后 就不知该如何面对他 何况,他对林肯明显流露出的好感 也开始内心动摇 林肯问迈克尔进度如何 迈克尔说 他们的速度比预想的落后 目前暂定还是白天行动 但林肯需要想办法搞定守卫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把韦斯勒救出去后 不能把他直接交给苏珊 因为苏珊一点都不可信 他得到韦斯勒就会干掉他们所有人 两人简单商量后 约好明天再见 强额开始吐槽干活太累 他还担心迈克尔的诚意 韦斯勒觉得 大家不应对迈克尔抱有太大希望 毕竟出了监狱后 他就没义务再对其他人负责 强额告诉韦斯勒 他并不了解迈克尔 他们从狐狸河逃出来之后 和迈克尔合作过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迈克尔及时出现打断了强哥 他知道 这家伙就喜欢假装套近活 挑拨彼此间的信任 他们现在可不是打嘴炮的时候 于是 大家又开始安静干活 进入了快速模式 但这时 意外又发生了 一场倾盆大雨突然降临 雨水直接从地面渗入地道 已经挖得只剩一层的地面 很快形成了一个水坑 如此下去 很可能会直接压塌土层 到时候 地道就会暴露无遗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他们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提前执行计划 今晚就走 但前几集说过 晚上逃走是不可能的 因为外面有彻夜巡逻的警车 迈克尔却说 冒险一试 总比等着通道坍塌要好 到时候 想走就毫无可能了 由于事态紧急 迈克尔的情绪又有些失控 马洪稳住他说 如果他能想出一个 今晚逃得了的办法 他们一定会全力配合 将隧道一天内挖好 迈克尔离开原地去想办法 让大家继续开挖 篮球小子拦住迈克尔 说他在报纸上 看到过迈克尔的新闻 并且 自己曾经帮了迈克尔那么多 而他竟然拒绝带自己逃走 迈克尔告诉他 逃亡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 从另一个角度说 自己是在帮他 林肯和雷雷定好了 经营迈克尔的地方 然后和索菲亚约定 在普拉亚的312见面 接着 他让雷雷稳住苏珊 让他相信一切都在计划中 雷雷没有告诉林肯 苏珊实际上已经识破了他们 他只希望迈克尔能够行动顺利 但林肯却有些顾虑 他担心迈克尔在韦斯勒的事情上 会心软 此时 迈克尔正在观察 监狱灯泡供电的线路走向 那些线路都在监狱外围 并且还配有发电机 一旦断电 发动机会马上启动 断电时间不足以让他们逃离 除非有人从外部做手脚 接着 他用乐器的手机告诉林肯 他们的行动时间改到了今晚 在大雨中 地道支持不了多久 他需要雷雷的帮助 才能摆平意见的守卫问题 雷雷此时站在面前苏珊 他上次投放到苏珊车里的炸弹 很容易就被他发现了 再加上玛丽在苏珊的威胁下 雷雷不得不交代 林肯和迈克尔似乎并不想叫出韦斯勒 这时林肯致电苏珊 说行动提前到了今晚 苏珊这次十分满意 林肯将计划变动及时通知了他 而这个变动 连雷雷都不知道 苏珊觉得他也没什么作用了 于是就将雷雷赶走 出门后 雷雷告诉林肯 苏珊已经识破了他们的戏码 那个炸弹摆放了 他感到十分抱歉 承诺会尽力弥补 林肯知道 这不是雷雷的错 不过他现在确实有重要任务 那就是赶去帮助迈克尔 虽然大雨在不久后就停了 当迈克尔断定 通道已经遭到破坏 今天不走也撑不到明天 韦斯勒很有兴趣知道 如果不是要交换人质 迈克尔是否会主动选择越狱 迈克尔的回答是 不会 他原本是想通过坐牢 来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正当通道里的工作接近尾声时 众人听到了一阵轰鸣声 慢慢向着通道口方向过来 一辆送货的军车缓缓开过来 地面的水坑都随之震动 再前进几米 就会将脆弱的通道口压垮 身份万幸的是 车子在这时陷入了泥坑 被迫停了下来 不过 警卫们来来回回地走 也还是让人提心吊胆 好在车子顺利被推出泥坑 相互撤了很多 迈克尔总算松了口气 不久后 连连来到索纳 他心里想着迈克尔 连今天是发心日这种事都给忘了 警卫卷毛哥提醒他去点工资 连连漫不经心地答应着 这让卷毛哥觉得奇怪 此时的通道里 每个人盘算着自己的利益 强额想要和乐器组队 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迈克尔是诚惜要带他走 强哥真的很有自知之名 马宝哥想要跟着马洪混 回去后帮警察找到强哥 说不定还能出本书 马洪一门心思想回国见到家人 他的心里并没有马宝哥的位置 马宝哥怅然若失 雷雷在迈克尔的指挥下 趁着警卫转移视线 快速找到了位于行政楼后方的电力系统 并将发动机的品牌型号 以及客服电话告诉迈克尔 虽然迈克尔表示自己有计划 但雷雷还是很担心 他要怎么对付那些巡逻车 迈克尔说 这方面恐怕必须得冒险了 但雷雷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说也许迈克尔不需要冒这个险 要想搞定巡逻车 只需要让他们用不了就OK了 片刻后 迈克尔拨通了发动机厂商的客服电话 向他们咨询了这台电机的重启时间 然后告诉韦斯勒 这个时间应该足够他们逃走了 电话刚挂 林肯就打了过来 他要求和韦斯勒通话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苏珊找人抓了索菲亚 为了确保韦斯勒主动现身 苏珊给了索菲亚一些骨头 故意烫伤她 好给韦斯勒一些压力 让她记得那些坐标 还有对自己的承诺 韦斯勒表现得心急如焚 迈克尔又不由得开始心软 但林肯知道 苏珊这么做只是因为她害怕了 她怕这次越狱再度失手 韦斯勒的身份一定比他们想象的更加重要 苏珊告诉林肯 她可以将韦斯勒的真实身份说出来 不过事后 他们就得杀了林肯灭口 林肯笑了笑说 无论她知不知道 苏珊都打算了他们的命 苏珊却说 只要韦斯勒给了她想要的 说不定她会大发慈悲 放过所有人 一个警卫正在修理巡逻车 雷雷偷偷探紧到她的名字 故意给监狱打电话找她 顺利支开了警卫 然后趁机割断了管线 破坏了这辆车 做完这件事 雷雷在监狱外的协助工作就结束了 她必须去准备下一项 但在离开时 卷毛哥拦住她 将她带到了警卫室 原来 卷毛哥对雷雷心深怀疑 仔细调查了她的工作资料 发现她的身份是伪造的 于是将她扣押 苏珊带着林肯和索菲亚前来探监 逼问韦斯勒 到底有没有他们要的坐标 韦斯勒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她将坐标写在一张纸上 撕了半张交给苏珊 并强调说 除非索菲亚和LJ都安全 她才会交出剩余的部分 苏珊将一个倒计时的表交给韦斯勒 说在时间到达前 如果她没有拿到剩余部分 她们都会没命 苏珊走后 韦斯勒提醒迈克尔 她已经照迈克尔所说的 用一些信息稳住了苏珊 而她也必须按照承诺 确保自己万无一失地逃出去 迈克尔告诉林肯 她已经确认了发动机的重启时间 剩下的就是让店里暗示出故障 这方面就必须林肯自己想办法了 回到监狱里 迈克尔做了一个决定 她告诉篮球小子 这次越狱会带上她 只是走出这里 就不能再对她今后的安全负责 迈克尔让她通知父亲 按上次的电话跟林肯联系 就能知道在哪里接应 夜晚时分 地动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只要等林肯断电通电 他们就开始行动 马宝哥紧张得直哆嗦 还专门向乐奇请教 不要开枪 用西班牙语该怎么说 迈克尔通知大家 段年后的发动机重启间的30秒 就是他们的逃跑时间 乐奇和强哥都觉得 这个时间根本是开玩笑 但迈克尔说 他们要么选择快速逃跑 要么放弃 总之别无选择 林肯找到监狱外电箱 发现他被安装在 很高的电线杆上 旁边有个公交站牌 他立刻想到一个对策 时间逐渐接近深夜 莱莱非常着急 生怕耽误了后面的安排 他恳求卷毛哥放他离开 但卷毛哥完全不听解释 说在查清莱莱的身份前 他别想从这里走出去 不久后 林肯抢劫了公交站的夜间班车 将所有乘客和司机赶了下去 与此同时 迈克尔通知所有人 行动开始 这时他才将篮球小子 带到地道 即便其他人有意义 也不能在这时赶他走 30秒的时间本就短暂 现在又加了一个人 强哥自然觉得不靠谱 求生欲让他又一次临时发难 用刀脚破迈克尔 让他走在最前面 勒吉如法跑制 也用刀威胁韦斯勒 要求第一波前逃 迈克尔脸上很为难 但却并没有反对 任由他们排在前列 马宝哥看迈克尔没有动作 趁机跟在了强哥后面 迈克尔又问马虹 要不要跟在马宝哥后面 马虹却并没有接受这份好意 他表示自己会守在最后 因为他从不将后背 暴露给其他人 很快的 行路车由于故障 在出发前就熄了火 这倒是让雷雷感到一丝安慰 不过 他暂时仍无法脱身 这时 林肯驾驶公交车 急驰着朝电线杆冲过去 在进行的时候 开门跳车 公车不出意外 撞上了电线杆 随着一阵火花 电线杆硬生倒地 监狱的灯骤然熄灭 勒吉打开了地洞的盖子 迈克尔宣布 行动开始 以上就是越狱 第三集 第十一集的剧情 越狱大戏 终于千呼万唤 使出来了 小小的剧透以下 迈克尔安排 乐奇他们三人大头 是有目的的 而他所说的三十秒时间 其实也是个幌子 后面还有大反转 那么接下来的两集 会是本季最高潮 也是节奏最快的逃亡戏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